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怪夫君心心念念了这么久 她还是和当年一个模样 性谋垂泪 楚楚可怜的 你去找过她 唐里希就这么大点地方 撞见了也不稀奇 你大可放心 我回来不是为了和你抢战役的 不是为了抢我的男人 而是堂而皇之地住着我的男人 为你置办的院子 让我的男人为你操持一切用途 一边空口喊着 你们毫无关系 一边对她的照料接近来者不去 在邓姑娘看来 只有跟她附了云雨雨 在她身上落了院子才叫强 是不是 那不如这样 索性让她在这儿与你做夫妻 只用夜里回战府做我的她上处 邓姑娘觉着可好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喜欢直来直去 当了婊子立牌坊的戏马 我不爱你 何时要我给你的旧情人头位置了 少爷知会一生 我提前收拾东西 你明知我不可能去的 因为她拿了母亲一千两银子 就把你卖了那身 您金屋藏郊的那院子都不至一千两了 还记得那陈年烂账就是 却是最后一回来 王后别来我这儿了 你什么意思 下回来 这印子恐怕就不是我落下的了 你与旁人的爱恨情 我没兴趣参加 但我不喜欢用别人用过的 男人也一样 我还没急不择 使到什么样的货色 都下得去口 我们才是夫妻 不管你信不信 我只会有你一个女人 男人的情话 当笑话听最后 变天啊 永叔 把院里那些寒菊盖上吧 罢了 雨已经下了 风雨摧残 也是她的命 雨才刚下 救的回 救的回 我这就找人去盖 夫人您先回房歇着去 你怎么在这儿 我的府邸还有我不能待的地方 还是 我没去找别的女人 你很失望 你的小情人不怕打雷吗 你这会儿不应该守在他身边 贴心的为他捂住耳朵 你是有多想把我推给其他女人 做我的妻子就那么委屈吗 您在说什么胡话 大婚当时不肯与妾身入洞房的 明明是您啊 半梦半醉 趴在我身上喊了一整夜 等姑娘的名字 装身委屈你了 不肯 不肯 再有个眼子 免得你认不清自己的身份 一套 怀疑 我还落寻 叫在谁的心潮 水起 一只唇水 呀 切身认得清自己的身份 不劳少爷操这份戏 你不觉得你笑得特别假吗 皮影吸得指人似的 比哭还难看 从来没见你正经笑过 习惯了 少爷若是不爱看 可以学长得哭得梨花带雨的 比笑脸还好看 你这么斤斤计较 难不成是爱上我们了 在吃醋吗 欠身是醋了 毕竟人心狭隘 被抢走件破衣裳都会不高兴的 我与专业 是你了 虽说昨儿那场雨下得实在大 不过夫人有心照料 这些花儿也算保住了一大半 人但如去 一人轻方 祖母当年夸你的话 其实我喜欢菊花 并非喜欢她的高洁淡眼 我喜欢那句 带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 百花沙 足够不忘霸气 何止祖母看走眼呢 你怎么这么清闲 昨日下雨没去铺子 今日还不去 打算当甩手掌柜吗 跟我一起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 我娘病重 你能不能 你娘病重与我何干 快 你的小情人在哭了 我跟他没关系 你捏疼我了 我自己守得 像一只飞蛾 不护山 情是交货 掌柜的 这赫禄同春的毯子 多少钱 我问你 你这铺子来了 客也不接待 到底做不做生意 来了 人在这儿 那位是我们东家 今日来寻铺子的 瞧您面生 第一回来吧 香中哪个了 给您便宜点 心不在焉的 担心就去找 谁把你的腿脚捆上了 一切如旧 没什么好看的 回去吧 做什么 我就是好奇 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 你会不会条件反射 正开我 求求你 救救我娘 求你了阿姨 求她看在我们 以往的情分上 别再说这种 让我夫人误会的话 我不记得有什么情分 太多方式 分半步步 一幕一幕 是来又是 一家竟睡到了天黑 今日怎么这般疲倦 晚娘 夫人醒了 膳房水缸里 还养着几只新鲜的鲜 我这就给您做了去 战役呢 用过膳了吗 怎么了 傍晚那会儿 邓姑娘在府外跪晕了过去 少爷丢下手里的东西 便跑了出去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无妨 我吃我的 我娘 夫人 您这是怎么了 血性良性活血 你刚有了身孕 吃这东西 那不是跟喝屁霜一个样吗 得亏这孩子服打命的 嗯 我 有了身孕 你不会连自己怀孕了都不知道 就算我确实拿了银子走人又怎么样 是你娘先羞辱我的 她把我贬低的义无是处 说我身份卑艰配不上你的时候 你在哪儿 我娘卧鸣在床 在我绝望无助的时候 你又在哪儿 你觉得我拿了银子就是她在土里 剧情强烈 你是含着金汤石出生的少爷 最不缺的就是荣华不贵 你没走到穷途陌落的穷尽 没为了一文钱折过药 我有 我要带我娘活下去 有了那些人子才能救我娘的命 别说只是离开你 就算要我掏心卖血 我也给 对不起 就算重逢有自由 不是缘分 完了 一切都完了 不论他 生不回来 什么时候都不管 我和我面前父母这么假成姐 他不爱我 我也不爱他了 你信我 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个样子 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个样子 门里蒙环 我终究成了局外人 配吧 眼睛的 都收下麻利点 配吧 夫人的花干一生 有说 不用盖 我做一个 我和我面前父母 只是父母之名 贾成姐 他不爱我 我也不爱他 比爱上那个不爱你的男人 更传的事情 就是给那个不爱你的男人生孩子 我的孩子 绝对不可以和其他女人生下的孩子 拥有同一个父亲 少爷 您终于回来了 可快去瞧瞧吧 出大事了 夫人昨夜里 小产了 你说什么 真难得 这么多天了 少爷终于进去还有个家呢 你何时怀孕的 有银河小产 会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以为 你不会向我去打扰 穿越千年的伤痛 只会有一个结果 那是什么 等我回去 便与他合影 没什么 友情复燃的怎么样 需要我的位置 偏和索乱想 要好你的身子 你放心 我不会赶你走的 只要你想 湛家的夫人永远都是你 但我能给你 也仅此名分而已 我还曾名分 这是在给你的小情人首射 言语 曾经翻语覆语的指名别人 现在连碰一下都碰过 活而不想 本就这一条逆人 及时长断 一边疼 尽力 这里 难过你的孩子 现在都不觉得太慌了 既然不想 内心是眼里的耳朵心 木城西寻算是什么 为什么心里装着 另一边一人 还可以与我做亲密夫妻 为什么给我相说的梦 又可以为了另一边一人 传续叫我气如鼻 你在做什么 你心里也没有 我照样躺上了我的床 我不会为了一个背弃我的女人 守身如玉 更不会因为睡了脑 和女人几回 就对她爱得死去活来 你不会爱上我了吧 我只是好奇人渣心里 在想什么而已 沾上风流 你的小情人不介意 那不是该你操心的事 看你这样 也不像是就孩子 痛彻心扉的模样 方宽心 念缘节的果 没了也好 只是你的身体遭了罪 气血亏损 得好好补补 但你养好了身子 在所去留不止 我若是赖着你不肯走呢 洪杏出降的时候 为病被人瞧见 做生意的 中名声 古安 那你的小情人怎么办 不娶了 过不了我娘那关 你走了 她也进不了张家的门 那就趁我没走的时候 唱他亲来 为妻体恕 不能侍奉在前 有心为夫君那一良妾 少爷意下如何 等来是我走了 你将他抚为正气便是 见识人已过门 若你们再有了孩子 母亲不满也无可奈何 撑警 我驱寝 ota 好 somm